Hello,大家好,我是Jesse 那这句话呢,我应该是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跟大家说了 也没有跟大家打招呼,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因为我自己本职工作再加上我业余读书实在是太忙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拍片,没有时间剪片 那最近呢,是因为放假 然后呢,我就可以抓紧时间拍一拍先 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没有想好大概要拍什么 那我就随拍,随跟大家聊天 然后先跟大家say个hi吧 然后最近因为太长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那我最近呢,虽然是没有拍片 但是东西也没有少买 然后第一个呢,我先从底妆上起 这个呢,是最近被一个在美国那边的一个博主烧到的 那因为我知道它好像遮瑕力不是很好嘛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试过这一个 但我最近实际上很喜欢用的就是它的这个隔离 应该是隔离吧,有色隔离 然后这一管呢,我是天天都在用 就基本上我冬天的时候,因为我的脸太干了 所以我就费事再加这么多粉底了 所以现在,而且现在也戴着口罩嘛 所以我都是直接只擦这一个隔离 然后再擦散粉就可以出门了 那我最近呢,新买了这个 大概用了一次还是两次吧 我觉得润度也还是可以 但是遮瑕力真的是非常的弱 那我今天呢,一边先用隔离加上这个气垫BB 然后另外一边呢,我就纸上气垫 然后给大家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分别 那我实际上上次呢,我是两个叠加的 对于我这个干皮,我是很怕两个一起叠加的 叠加之后呢,这种有颜色的东西呢 它里面怎么都会有一些粉感的东西 就干皮就特别容易卡 那我自己本身是很怕 但呢,我就试了一下 我觉得,咦,好像还可以 那好,我这一半边脸呢,我先上一下隔离先 那上这个隔离呢,我就直接用手的 其实我今天还在这里点 我实际上最近忙得要死 就起也起不来 我直接就挤在我的脸上 这样子 然后呢,用手去把它推开就可以了 这样呢,其实没有什么不好 有一点烦的就是它会粘在我手上 然后你就要去再洗手 其实呢,我觉得它只是有一些微调色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填补毛孔的效果 就没有啦 就没有说很大的,很好的这种遮瑕能力 它就是稍微提亮一下肤色 让你看着人没有这么疲倦 但你不要指望它去遮你的黑眼圈或者什么了 它是遮不了 我这边是有上这个隔离的 然后这边没有上 我自己觉得它是有一些填补毛孔的作用 但是也不是说遮得特别的好 那我觉得散粉其实也可以遮一遮毛孔 所以我是这个没有遮得很好的时候 我再上散粉 扫上散粉我觉得就OK了 那这边呢,还是看得到毛孔的 红血丝啊什么的 这边是完全什么都没有擦的 这个隔离的色号呢 我选了是这个,应该是第二个色号吧 因为隔离和气垫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然后气垫呢,我也就选了这个色号 它里面这个气垫我觉得挺舒服的 还是挺软的 这个表面摸着也是挺舒服的 然后我也还是从这边上起 我喜欢先铺薄薄的一层 这样呢,非是卡粉 然后哪里我觉得遮得不好呢 我会再上 啊,我忘了上遮瑕 一会儿这边吧,一会儿这边吧 我最近比较喜欢用Fenty Beauty的那个眼部遮瑕 流动性比较强的一个遮瑕 然后呢,就不是很容易卡 然后干皮也是用了之后不会卡粉卡纹的 嗯,镜头里面还是看得出来区别的 但我自己本身我自己每天上的时候 我以为它区别并不是很大 这要一对比的话还是有的 这边明显的有提亮了已经 但它不是很遮瑕,像这边红点啊 然后这些,有一个起了,今天起了一个小粉刺 哦,都不是很遮到吧 这边有一个巴也是,不是很遮得到 只是自然体调 然后呢,我忘了上遮瑕 我还是先上一上遮瑕吧 要不然眼,这个黑眼圈真的是很要命啊 Fenty Beauty的这个遮瑕 我也很喜欢,它里面的这个 诶,它这个头很特别 它是塑料的硬的这个头 然后我一般,哦 然后喜欢挤在手背上面 然后再这样一点点的用手 我觉得很赶时间的时候 手其实是最快最好掌握的 虽然我也不是调得很好吧 一个叫Deep Butter 一个叫Butter 对啊,一个稍微深一点 一个稍微浅一点 我挤出来手背给大家看一看 那深色一点的是7号 深色一点的是7号Deep Butter 然后浅色一点的就是Butter 应该是5号 然后我会先用深色的这个,稍微给它涂开一点点 然后点在我这个眼下比较红,比较暗的这个位置 遮完大概的呢,我就用浅色的再给它提亮一下 用刚才的5号的,用5号遮一遮 遮完之后呢,我就变成了一个2D平面的塌鼻梁的感觉 然后呢,我这边还是继续上回这个BB Cushion 对我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然后呢,我在这边part time还在读书 然后再加上上班 上班的话呢,有很多东西要准备 有的时候要加班 所以呢,好多东西都堆在一起 然后我自己part time读书的那边,不光是要教功课 然后还要老师来看我去怎么样去教课啊,去实习啊 就有额外更多的东西 每个星期要上两天的课,感觉听起来挺少的 但真的是等你真的一忙起来 哦,这两天真的是要命 两边好像区别不是很大 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 也不会因为加完这个隔离就变得润了呀 或者填补毛孔填补的好一点 我觉得就单只用这个气垫也已经是挺好的了 两边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如果你对这两个产品感兴趣的话 就完全看你的上妆方式 如果你喜欢用手上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 如果你喜欢遮瑕稍微好一点 然后稍微提亮的再好一点的话呢 那你就买这个 然后这个呢,它会有气垫粉铺 你就不用用手上 所以完全是看你个人习惯吧 我觉得这两个产品也没有说放在一起 就变成加成的效果也没有 选一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特别蠢 当时我买了之后 我现在哇,好贵啊 我这个当时是在网站上买的 可能港币990吧 如果你在香港买的话 应该是港币1100或者1000多一点 就是在网站买 我是在Beautylish买的 也没有说便宜很多吧 不过因为我上面有credit 所以我就想赶快用了它 我就买了这个 那这个它自己有两个芯 所以它两个芯990也不算很贵吧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如果只有一个芯的话 那就非常贵了 我记得欧美的那种 像Armani那种 好像都是一个芯 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记错 它还是挺有光泽度的 如果你喜欢这种光泽度呢 我觉得冬天如果你在北方特别干的这种情况底下呢 也不用太压碎粉了 如果你喜欢上眼影的话 你就在眼睛这个位置压压碎粉 然后其他的这些地方呢 不加 我觉得等到了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 它也会吸收的差不多了 那像我呢 就喜欢稍微让它变成哑光一点点 所以我会上碎粉 那碎粉呢 我最近特别喜欢用的就是Hourglass 因为前段时间好像夏天的时候吧 我喜欢用Chanel的那一款 那Chanel的那一款呢 我觉得放在冬天稍微有一点点干 所以到了冬天我就想用回Hourglass 它里面就是很贴心 它的这个盖子呢 它中间有一个凸起的这个位置 刚好扣在上面就是出粉的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你喜欢旅行啊 经常会出差啊 它也不会掉很多粉在这个盖子上面 还是会掉 但是不会掉很多 已经非常好了 然后呢 在上面你就这样转一转圈 然后就给它沾一沾 有没有 马上就变得稍微哑光一些了 如果你比较喜欢这个光泽度呢 你就少打一点 或者不打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打 疫情之后 可能我觉得不关疫情是吧 我觉得是 关我自己读书啊 在家工作啊 我自己不是很能平衡 就是我的心理啊 我需要调节 刚才讲到一半就断电了 然后我就去换了快电池 就我自己本身呢 我觉得又不是很会调节自己的心理 就虽然我在别人眼里看出来 我是很会调节自己心理的 但是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特别喜欢给自己增加负担 就本来其实这件事不是很大一件事 然后我就把它在自己的心理这样 转无数次 然后就给自己加了很多的负担 然后就把这件事好像放大了 就其实 好多人就觉得你不就是读过书吗 你不就是工作做吗 然后你的工作本身也不是很累 就 就还要就是这么 就已经不是很辛苦了 然后你自己心理还需要去调节 你有没有那么脆弱啊 哪有那么多事啊 就那种感觉 那我其实自己本身心理有一个声音也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其实这也不是很大一件事啊 就是读过书啊 就是工作呀 然后你就把二十版功课教了 然后老师来之前你就准备好一点就可以了 就其实我自己本身心里也有一个声音是觉得 嗯 这不是很大一件事 然后你干嘛要把这件事 呃 看了这么大 然后还要去调节你的生活 然后就那 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事很多那种感觉 就我自己对自己也产生了质疑 所以呢 我这个心理就一直调节的不是很好 然后就像我本来已经放假了 然后我自己还要调节一个星期 把自己休息的还算比较够了 然后才可以再来拍片 我就觉得自己整个人好像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就是吞噬了一样 就没有energy啊 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觉得自己很被动 什么干什么事情都不是很主动 然后不拖到最后一刻都做不了 我就觉得不是单纯的拖延症 总之就觉得自己好像得了什么病 然后呢粉饼就是这个CT的粉饼 我最近也是特别的喜欢用 那冬天呢 我觉得它作为一个粉饼 也是非常的出色的 就冬天 它也可以让你不是很干 我自己呢 就喜欢把它点在这个位置 有的时候懒呢 就全脸都用它 也是ok的 我自己本身干皮啊 就在香港这么湿润的地方呢 我也还是个大干皮 所以呢 我觉得如果你是个干皮呢 如果你又想买粉饼的话呢 你真的是可以试一试 CT的这一块 我觉得它的保湿力度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然后这样经过我压一通之后呢 就已经是只剩下微弱的光泽了 哦 那先说一下这个CT本身自己是没有粉铺的 我自己用的是买的这个牌子粉铺 我还挺喜欢的 就一直我把它摆在家里 就这样摆在上面这样用 就那不是特别卫生吧 不过这是我自己摆放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 其实最近我也是买了不少眼影盘的 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不知道些是哪个好了 我买的有这个啦 PET 这个我不知道它是motherhood还是mothership 好 我会打在下面的 因为它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盘 然后呢 这个我连包装都没有拆 实际上它到了都不止一个月了 先给大家打开看一看 哦 这个是不是它圣诞的那一盘 我记得好像我也是敢打折买的 是的 PET它经常打折 一定要它打折的时候你再买 如果你不是很急的话 天呐 我好后悔今天才打开 它已经是可以沾了 我满手都是了 我觉得它里面应该是有碎的 有一个颜色碎的很彻底 就是这个绿色 我给大家看一看它的颜色啊 妈我的台子已经完全都乱了 它是这个样子的 还是有一些挺常用的颜色在里面的 我已经尽量清了 但是呢 上面真的是有一点恶心 然后这边呢 我觉得还都是挺常用的一些颜色 那眼影的话 今天我给大家开这个吧 其实这个真的是买了超久的了 前段时间呢 讨论度也是挺高的 那它这个呢 是Hourglass出的一个自组的盘 我觉得它真的是价格非常的高 颜色上面 我觉得也没有说特别的惊喜 因为我当时想啊 那我一定要给大家试来看一看 然后我就说 那好 我要吧 然后我再去选的这个颜色 当时选的时候我就很迷茫 就没有说自己特别特别喜欢 特别想要的一个颜色 好 它这个壳子呢 就是一个金属的壳子 没有什么特别 然后也没有镜子 好像大的那盘有镜子吧 我不是很确定 小的这个呢 我就选了一个三颗的 我觉得这个单价太高了 我只是想试一试 然后这边呢 它可以选颗名字 然后我就刻了我自己的英文名字在上面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壳 可能这个壳就两百多块吧 然后我选了三个颜色 我记得我选了紫色 我一个一个给大家打开看一看 先是一个紫色 那说起紫色呢 我会给大家打在下面 这个牌子的眼影 我也买了紫色 我给大家并排比较一下 给大家看一看 那这个呢 它就相对的比较简单打开之后呢 就是一个胶的盒子 然后它是推出来的这种设置 那这边这个紫色呢 我自己是超级喜欢 我今年超迷紫色的 我觉得它里边单颗的这个手感都好过 它自己本身的那个铁盒子的手感 它有点介乎它们中间的这个感觉 更像这一颗 这三颗呢 我没有打算说让它们三个 就是能组成一个盘 然后搭出来特别特别好看 我只是想选三颗 我自己平常其他盘里面没有的颜色 我把这三颗呢 全部放在盒子里面 给大家再看一看 按进去 组合完成 然后这个盘呢 大概应该就要到600至800之间 港币啊 我说的是港币 我记得至少要这个夹 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不值 那我选了一个丝光的 然后一个金属光的 然后这个呢 它叫shimmer 叫什么 就是有一点微闪的那种质地的 然后依次就是丝光的那个颜色 丝光的 然后这个是金属光的 然后这个是shimmer 这三个颜色呢 我觉得跟盘里好像这两颜色跟盘里有一点点不一样 原来这个是有点红咖啡色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呢就是紫 哦这个这个真的是完全不是紫色 跟我这样看就完全不一样 这有一点豆沙色有点咖啡色在里面 然后这个呢就真的是紫色 然后这个呢 这个绿我觉得还是挺好handle的 然后我给大家上眼试一试吧 那我会从其他盘里面选一个打底的颜色 当时贵姐就说 啊你不如选好像是六颗还是几颗 她说你不如选那个呀 哎呀那个可以打底啊 不过我觉得好像在这个盘里选一个打底色 真的是太亏了 这个盘好贵啊 最近呢这个牌子在欧美博主圈里面还是挺火的 然后呢我趁着打折 录了几个小刷子 这个刷毛还是挺舒服的 马上就能把我整个眼波都画过来了 那我先沾取这个丝绸光的这一颗紫色 嗯应该说红棕色吧 真的是非常的抓粉 这个Hourglass这一颗我觉得粉质还不错 但就是没什么惊奇的 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红棕色 我直接用手沾这个中间的这个金属的紫色 它这个颜色呢也是挺容易晕开的 那目前来讲我试这个颜色加这个颜色 我觉得还都挺好晕开的 那我觉得这个金属光呢就不要用扫了 用扫的话这样用刷子一扫就可以把它那个金属光的都已经推没了 所以用手的话我觉得是最好的 我觉得这个绿色跟这个紫色好像撞在一起也还OK 它们两个融合在一起可以变成灰色的那种烟熏的那种感觉 这只刷子我觉得晕染起来真的是超快适 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在眼尾会好看一些 我再沾一点那个绿色 然后把它放在眼尾吧 我觉得它要是你比较喜欢一个偏灰色调 偏冷色的一个色调的话呢 可以选这两个颜色 不过其实整个这个盘啊 我觉得它真的是 噱头大于这个它的价值 就整个它这个金属光呢 一来我觉得不是很Hourglass 真的是它没有磁铁的 它是这样的 直接就这样盖上了 我觉得不是很高级的感觉 然后呢它这个概念是挺好的 让你自己去拼一个颜色 但是呢没有必要做到这么贵 它做到这么贵的话 我都不如买一个人家已经经过专业彩妆师 拼好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可能对于好多大众来讲 我觉得是最好入手的 像我这三个颜色 我完全是为了给大家试一试 然后选了三个质地出来 我觉得不差 Hourglass这个粉质绝对是不会差的 但是呢 它出来一个多么惊艳的效果 我也没有觉得 然后这一盘呢 我觉得已经可以抵到一个 差不多快要到Natasha Denona的这一个大盘 有时候它打折的话 你可以买到一个大盘了 就真的是非常的不划算的一个选择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妆效出来 我没有不喜欢 但也没有说很喜欢 可能我技术也比较渣吧 那我这边呢 我尝试给它画得稍微干净一点 我还是用这三个颜色 今天给大家试一试 好 我两只眼睛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边呢 好像绿色紫色分界就比较明显 这边呢 大家已经打成一片变成一起 好了 然后呢 眼影部分就到这里了 我觉得这一盘呢 就是偏贵 然后呢 我选了三个 好像貌似很特别的颜色 好像也没有什么很特别 然后呢 我买了睫毛膏 有PAT的睫毛膏啦 然后 哦 然后跟大家开箱一个 Beautylish Beautylish的盒子里面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 它里面会有一个衬盒 这样好像挺有仪式感 可以打开 然后前段时间呢 我很想买By Terry的粉饼 但是最后游园来游园去 好像我只买了 咦 还是我两个都买了呢 有 可能是有眼影和粉饼 一会儿给大家打开 然后还有Wingos的新盘 其实它这个新盘也是 大概一个月之前出的了 然后就是这个 牌子的睫毛膏 然后今天呢 我就试这个睫毛膏吧 好 然后呢 我就按我自己上妆的事情 好吗 我先加一加眼睫毛 然后呢 方便画眼线 眼线就画完了 跟大家开箱这一支睫毛膏 它这个包装是浅紫色的 还是挺美的 咦 里面真的是 这个是金属吗 应该不是金属 但是很好的一个手感 然后还是有一点分量的 然后它这个鼻杆很粗啊 打开 哇哦 要不要这么粗 我之前自己买的那个NARS Climax 黑色的那一支 我觉得已经是突破极限了 这个更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CPB的这一支睫毛膏 给大家比一比啊 CPB的这个我觉得已经不算细了 这支是CPB 天呐 这也差太多了吧 现在吃我自己的睫毛 然后呢 给大家上这一支 我的天呐 这怎么用啊 你看我这样狂刷 它也不是很有结块的感觉 我觉得还可以 稍微有一点点湿润呢 好像大家如果刷完再夹的时候 一定要慢慢抬起你的这个睫毛夹 要不然你会把你自己的睫毛 全部都夹走 我觉得这边呢 已经慢慢有一点点塌 慢慢 慢慢 可能是我这边刚一开始加的不够好 所以不是很翘 我觉得这一个它是可以把你刷到 很浓密的一款睫毛膏 我觉得它不算结块 给大家闭眼看一看 我觉得是我接受范围内的 有的睫毛膏我直接刷上眼 它一会儿它就塌了 我觉得这个暂时来讲啊 我还是挺喜欢的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啦 我把眉毛上一上 然后呢 最后给大家测试 这一盘Hourglass的 我其实是第一次买Hourglass的这个大盘 它今天出了两个 但是呢 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一盘 其实外壳的话 我更喜欢那一个深色的 但是里边的配色来讲呢 我更喜欢这一盘 我觉得更适合我 那这个粉色呢 我不是特别喜欢 我就这么看的话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手臂刷色 然后其他几个颜色 我觉得都非常适合我 就是能够天天都可以用的一些配色 那一会儿给大家试这个 我先把眉毛补一补 那先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大盘的里面 它这边呢 这个是定妆粉 然后中间的两个是腮红 然后这个呢 就是打阴影的 这个就是高光 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 这一颗 我很害怕这一颗 这一颗看着很粉红 然后我先给大家上脸试一下 我先大概试一下它的定妆粉吧 虽然我已经定了妆了 但我可以大概试一下它干不干 上完之后摸着感觉挺柔软的 不是很干 我刚才已经有一点点出油了 因为拍了这么久 稍微盖一盖 它这里面的bronzer呢 我觉得就应该做不到鼻影什么的了 因为它都会有一点点珠光在里面 如果打鼻影应该怪怪的 这个定妆粉还可以 然后呢就是给大家试这个腮红了 我用这一支雨极的这一支刷子 这个刷子的形状我非常喜欢 然后刷这个粉红色的这一颗 抓下来之后是超级粉红 我觉得它应该多一点那个 里面的裸色的那一趴 可能会好看一点 还是挺上色的 大家一定要下手轻一点 我这边已经像喝醉了一样 好了我就不再刷了好吗 我觉得有一点点恐怖 我用这个稍微松一点的这个刷子 很成熟的一个腮红 我觉得这个是提气色 然后又不会显得很幼稚的一个颜色 也没有说特别惊艳 我觉得还是挺日常挺提气色的 我更喜欢这边一点 我轻柔一点扫吧 我觉得这一盘整个都还真的是挺上色的 它这个bronzer呢 有一点点偏橘 有没有看到 不是我很喜欢的颜色 我感觉如果你下手轻都可以当腮红了 稍微有点偏红 太偏红了 然后就我觉得适合欧美的那种健康的肌肤 打上会挺漂亮的 像如果你的脸啊皮肤比较偏白的话 我觉得它在我的脸上显得有一点发橙色 发橘色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你喜欢这种feel也是ok的 那我自己呢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偏红 但不会显脏 它只是偏红而已 然后这边我刚才下手太重了 我觉得这边就好一点 就我这样看明显能感觉我的脸好像变小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每天梦想着自己的脸变小吗 我觉得真的是好久没有拍片了 但是今天拍片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做什么事之前一定要犹豫很久 但是做的时候其实又非常的开心 然后就突然之间会很有动力的那种人 我觉得我就是开始的那一刻我会想一万种很困难的 很懒的那种理由什么我想我昨天没有睡好了 我今天有点头痛了 然后我今天又没有吃饱了 然后我想吃了健康一点 但是我想做健康的东西我就没有时间去拍PR 反正就是总之很多理由去阻止我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真正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又感觉很开心 是不是很变态 那这个睫毛膏呢 其实已经大概待了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了 我觉得它还没有它一点点 这边有一点点塌 因为一开始它超级巧 然后现在呢塌了一点点 我觉得自然了一点 但是呢还是有那个弧度在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高的质地没有很重 不会把我的眼睫毛给它等趴 所以还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呢给大家试这个高光 最近我最喜欢的刷子 但是我觉得它有点贵 然后经常还缺货 这个是Sonia G的 它这个前面的头呢很可爱 大概是个平面的 然后呢它是一个这样的形状的 我一开始没有觉得会很好用 但是用上之后我觉得 嗯好舒服啊 然后这个大小又刚刚好 跟我的脸差不多 然后我就很喜欢 然后大概我就给大家试一试这个高光 然后呢给它打在这个位置 看明不明显 看到吗 还是有的 但我自己镜子里面看 我觉得是喜欢的是自然的那种高光 我觉得好像你不小心粘在苹果机上都ok 就好像让苹果机 喷一喷 好像打的有点多 好 然后打在额头上面 嗯 它我感觉比我之前 就最近喜欢用的一盘 要微弱一点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一盘CT呢 它里边的这个高光 我觉得要比它厉害 这一颗它会更闪一点 看你自己喜欢什么 我觉得日常的话 这个打额头这里真的很漂亮 在这里 反而这个呢 我觉得它可以用来打鼻梁 明显一点的地方 看见没有 它这个刷子很妙 就有的时候我想打鼻梁懒了 不想拿小刷子 我觉得就直接用它的这个横切面 可以扫这里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呢 我也会用它来打额头 我觉得它打额头呢 就太明显了 用刚才这个Hourglass的这一块呢 诶 反而好像刚刚好 不会让别人觉得 哦 你在额头上打了高光 但是呢 它又让你额头可以喷起来 有没有看到 我刚才额头这里是哑光的 现在它就有一点喷喷的感觉 它这里面呢 我觉得这个颜色 我就不太会想打鼻影了 我觉得它有点偏沉 我自己不是特别的喜欢 那我最近比较喜欢这一块 我用这一块来打鼻影 那整体上的这一块我还是挺喜欢的 第一次买我没有说很失望 我觉得这个定装粉 是我肯定会用的 那这个高光呢 是这一个组合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块 然后这个Bronzer 我自己不是很喜欢 那整个一盘呢 我觉得还可以 但价格上呢 是稍微偏贵的 那我试完这一个之后 诶 你看 这个都是磁铁的好吗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它出了一个特别板 然后还出了一个 这么傻的一个扣在这个上面 你听这个声音 就真的很不高级 像你小时候的铅笔盒好吗 今天的这个睫毛膏 我自己也很喜欢 那整体上来讲 我今天开出来的这些新东西 我觉得还都是ok的 那希望大家呢 也可以喜欢我今天的这一条影片 那所有产品的手臂试色呢 我会放在视频的最后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拉到最后去看一看 那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对我今天试过的产品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欢迎你私信给我 或者下面留言给我都可以 那希望呢 今天的视频可以让你比较开心呢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很快再见啦 拜拜